这次我们讲解的是删除动画通知的功能。 我们可以输出动画通知轨道名字。 配置需要删除的通知类。 如果配置的位置是小于0,我们将删除这个轨道上所有属于这个类的实例。 我们可以针对指定位置删除指定的通知实例。 如果配置的位置是小于0, 我们将删除这个轨道上所有属于这个类的实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